慢慢带着点赶 飞一米高度 Hello 大家好 我们现在就在苏州金昌飞行俱乐部 然后我们现在进行最新的一次拍摄 就是我的飞行计划 然后今天我们带了很多特殊的摄影设备 全都是INSTA 360的 然后这是我的飞行包 然后我们很多摄影设备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正在使用这台 INSTA 360 AC PRO 最新的一款运动相机 然后也是目前为止我用过的最好的 非常适合我的一个摄影相机 就是既可以拍航空 又可以拍航天 还可以拍夜景环境 但是现在这个相机具体长什么样 稍后我们给大家揭秘 然后现在我们就在金昌飞行俱乐部 马上这个飞机在降落 哦 看见这飞机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装相机 先装一台INSTA 360的 One RS 就是我平时最常用的一台运动相机 然后我们把这个相机放在我们的机翼上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台INSTA 360的 One RS 装在了我们的翼尖上 就可以拍到整个飞机的运动场景 还有一台INSTA 360的 X3 X3 这个是全景相机 哦 飞机降落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X3 X3 装在我们飞机的正前方 这样的话就可以拍到整个飞行起降的过程 然后还有一台INSTA 360的 Go3 这个呢 非常适合第一人称视角 然后这样一按就可以开始了 好 然后正在拍摄的这个是哪台相机呢 这就是今天即将揭秘的INSTA 360的最新的产品 就是Ace Pro 然后这个相机就是目前为止我用过的最好的 也是最适合我拍摄航空题材 包括拍摄火箭发射的最好的相机 然后我们揭秘一下这个相机长什么样子 换视角 对 这个就是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 目前这台 全新的运动相机 这个相机我即将一会儿 会装在这个飞机的这个顶上 然后录全程的音频 这个相机目前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相机的样子 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 可以翻屏 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我的样子 然后你看这个还有一个人脸跟随 这个相机特别适合拍摄Vlog 特别特别适合拍摄Vlog 然后这样的场景 我们可以直接翻起来用 同时 它可以在任何角度 比如说我们在低角度这么拍摄的时候 屏幕可以翻起来 然后任何折的角度都可以看到这个屏幕 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拍摄的时候 只能使用前后屏来拍摄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天上飞机降落了 然后这个相机的可以拍摄4800像素的照片 同时可以拍摄4K120帧的视频 用的是这个相机用的是莱卡的镜头 哇 这个 而且我很喜欢这个样子 这个相机的外形很好看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们同时外加了一个外接麦克风的音频线 这个是当时到时候我们会连接我们的耳机 然后我们的飞行的时候的内化 全部能通过这个耳机进行输入 然后这个是相机的外形 然后这个Insta360为这个相机做了一个全新的 那个底座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底座有一个锁扣 然后直接一夹一夹就出来了 就这样 非常方便 合上 然后一锁就可以了 好 视频保存中 看见没 就是 最新的功能就是 就是正常拍摄视角 超广角 我们到时候是会这样拍摄 然后同时还可以 这个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双击变成两倍 而且是无材切 这样双击就可以变成两倍 好一会我们上飞机真实的测试一下这个拍摄的效果 这个新出的Insta360 S可以直接一键两倍变焦 然后呢 而且是完全无损的 这个极大的方便运动相机的构图 有时候我们拍摄特殊场景的时候 完全可以实现自己想要的变焦 而不是纯广角的模型 这个功能 目前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实用的 然后现在我们这个 另外一个学院的飞机准备滑出了 然后我们现在的飞机今天滑出了 马上就会落地一架上单翼的飞机 然后这个是我们天然看到的飞机 哇落地了 然后我手里拿的就是Insta360最新推出的 Ace Pro运动相机 颠覆了我对运动相机的看法 就是它目前非常适合给我拍摄视频 拍摄驾驶舱的视频 尤其是拍摄我们这样开飞机飞行的视频 现在我们的飞机马上起飞 然后这个运动相机可以直接通过屏幕来看 翻转屏幕来看我们拍摄的效果 同时最强的功能是可以定时拍摄 就是我们确定好了飞行时间 这样的话很多拍摄场景 包括火箭发射 包括我们的飞行起降 我只要把这个Insta360 Ace 装在驾驶舱里 然后可以定好时间 定好起飞时间 它就可以正常拍摄了 不需要任何人进行操控 经常Rumio起落那边请示开车 放在摇动开车 摇动开车 对着方向 先位置后方向 对正以后 完了以后找几点右座 下一门 腿放松点 这方向 末式前方 抬前轮 前轮抬起来保持住 对,看好系统天立线 好,收起1,在这个位置收起1,这个高度也差不多300了 收起1,完了以后收入门转送5000 对,转到正常上升 你看现在这个上升角跟刚才不一样 报告1转弯 警察说没有1转弯 压坡度看好系统天立线 看这个范围大一点 看好系统天立线 控制好系统高低,坡度大小 对,2转弯点,改行坡度 转下滑,参考这个小红黄色 看好系统天立线 看好系统天立线 这个地方系统比较低,反正带着咱赶 看好系统天立线 看高系统比的变化,高度的变化 看这个高系统比的变化,高度的变化 再显示它要行一回望 对,速度大小用这个浮扬角来控制 高度的话呢,你看高度正好啊 看看跑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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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保持转速端切 另外,速度大 对,后半的对起头 向头温点方向移动 对判断进入早晚 进入早晚,前小高度 对 好的,背后头温点,判断方向下滑线 好,可以收一点啊 对,收一点,你看它往上滚 是吧 嗯,我上滚的话呢 哎,我上收一点,等一等,看 嗯,还往上滚,我再收 啊,对 哎,不行,我就先收光 对,收光,拉紧 啊 对,看好地面 哎,对判断运动趋势 现在慢慢往下去 哎,这样它才能往下走 哎,对,对空长一米高度 慢慢地要再度赶了 哎,对,那空长一米 把油门拉紧,啊 哎,看好地面,好 好,现在门儿飞去下沉 拉一点 下沉拉一点 下沉拉一点 哎,下沉拉一点 哎,又坐 一边又坐 好的,哎,再住 加一门 再住赶 哎,接地以后要再住 保持住 哎,对,控制这个系统高低 看看系统填离线 哎,对方向位置 再住 两ż 再住 二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